台中一名阿贝是厅长跟市长人士 日前搭计程车去邮局做生意 随身行李箱却不见了 阿贝以为被偷心急如焚 警方到场之后紧急打电话联络车航 原来是有好心的民众帮忙把行李箱搬上车 司机刚好没有发现 就跟阿贝说没有看到行李箱 随即就开车走人 直到最后才发现 其实行李箱就在后车厢 阿贝找回了行李箱也感动得抱住远景 事后还请人写感谢信 好好的谢谢玻璃师大人 阿贝心急如焚大喊报警 因为他的宣材工具不见了 他是警察啦 不要生气慢慢的脱 阿贝慌张到乱了手脚 偏偏他重度听证 眼睛又看不见 只能一直喊报警 原警赶紧安抚阿贝 在他手心写下警察二字 原来阿贝搭计程车到邮局做生意 到了目的地下车却找不到行李箱 远景立刻联络车行 一个小时后 送黄司机开车来到邮局 阿贝的行李箱 其实就放在后车厢里面 司机送回来的 阿贝拿回行李箱 激动的把远景抱住 还特别请朋友代笔 写下感谢信 亲自送到排除所 阿贝行李箱装的都是自己 批货来卖的文具糖果 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物品 但这是阿贝赖以为生的家当 没有行李箱 实际就开头了 我发现不妙 因为我以为 他先绑我的人是坏人 偷偷我的行李箱了吧 我都教育一面的人报警 最后行李箱找回来了 阿贝选者的心 终于能放下 叫潘信玲家民 台中报导 阿贝